中共主导反腐运动的中纪委负责人王岐山访问美国的消息 曾伴随着红色通缉令猎狐和天网行动被传得纷纷扬扬 显示北京把贪官从海外全部缉拿归案的决心 但是明镜邮报的最新消息说王岐山访美计划已经被无限期的推迟 那么这一消息是否属实 它透露了一个什么样的信息呢 我们连线在纽约的明镜媒体出版集团负责人何平 请他来介绍相关的情况 何平 你好 我们知道原来媒体报道的王岐山要在下个月访问美国的消息 已经被无限期的推迟了 那么我们都知道王岐山访问美国 以及现在他消息被推迟 都不是中国官方媒体公布的消息 那么不知道何先生您是从哪里 明镜媒体集团从哪里得到这个讯息 这个消息是否属实 给我们介绍一下 真正准确的 大家可以最正看到的消息是 中共官方会不会宣布这个王岐山访美还是取消访美 那么我们作为一个民间媒体 明镜邮报是一个专门针对经营阶层的这么一个读者传媒体 通过定用的方式发给这个经营阶层 所以在这个读者群里面呢 他们的信息是比较掌握的 信息是比较丰富的 他们正开始给我们提供了这么一个消息 说王岐山这个持续访美了 然后我们的记者通过另外比较官方的这个管道 中国官方的管道 私底下得到了印证说王岐山是这个持续访美 主要的原因是现在的中美之间的这个气氛呢 在中国看起来是不是那么的友好 尤其是中美之间的这个政治框架 这个完全是不对称 即算是美国的行政当局 想和中国的这个部门达成某一种这个遣法的协定 但是美国的行政当局 他们也会受到美国司法的法官的这个制约 不是美国是一个多权分立的一个国家 是一个司法独立的国家 那么对一个人的这个在行的认定 这个遣法的程序都是非常的复杂 非常的掩盖 而中国的这个司法是完全控制在党的这个手中 他所有的定制都是没有经过一个掩盖和专业的 而且是独立的这个司法的审判 所以在这样的话 中美之间要达成一个引渡的协议 在目前之间是几乎是不可能的 尤其是王健三所担任的这个党的职务呢 也是一个很受批评的一个这么一个职务 因为是一个无话无天的 不受制约的这么一个党的系统 在美国的这个接待部门来讲 有哪个部门会接待他这么一个职务的人来呢 回看呢 这个王健三媒体所宣扬的说 这个王健三是有美国有很多私人朋友 其实政客之间基本上都是虚情假意的 只是因为某一种政治利益在进行这个交往 他们代表的是国家或者政党 和一个利益集团的这个关系 他们很难有真正的这个私人的这个关系 所以王健三的所谓的在美国的面子 是因为他纪念在他有订单 他有这个手里有现金 或者中国有市场的诱惑 如果你没有搭这些东西来交换的话呢 你是不会有真正的私人关系 而这种交换的关系 你是没办法得到美国的这个司法 司法这个法官的这个认可的 所以他要到美国来取得的成就呢 是非常有限的 在这种情况之下 他不得不取消这个访美 我觉得是符合逻辑的 也是符合中国政治现实的 那么何先生 当初王岐山访美的消息呢 被传得这个沸沸扬扬 而今天无限期推迟的这个消息呢 却好像无声无息了 那么为什么会有这样强烈的对比 何先生 你认为这跟这个中国的 所谓天网和猎狐行动的进展 是不是有关系 何先生 当然从新闻的角度来讲呢 人要开始摇狗吧 大家都是新闻 对不对 当然人如果不要狗了 那大家都觉得不是新闻 所以当一个事情发生了 一个正常状况的时候呢 大家不是那么惊奇了 那么王岐山访美 大家觉得比较惊奇 是不是真的要抓住大老虎出来 是不是真的要继续去 去打击贪污乎分子 但是事实上根据我们的 这个最近的这个判断 中国的这个打老虎实际上已经就结束了 或者说中国的这种反腐败运动 从严格意义上来讲已经失败了 他没办法真正继续去打老虎打下去 因为老虎的产生 首先是在最高层产生 而不是在低层 最高层就是最不受制约的政治局常委 和政治局委员 这些官员中间产生 他们怎么能会继续打下去呢 会打到江泽民头上吗 会打到曾建宏头上吗 会打到李鹏头上吗 会打到温家宝头上吗 会打到朱英吉头上吗 他打不下去的 第二个是中国的腐败产生的一个根本原因 就是制度性的原因 而中国你看王一山最近的讲话 跟胡桑的谈话 习近平各种讲话 你看得出他们有在进行政治 政治体制改革的任何可能性吗 如果政治体制不进行改革 那么这个体制 它的鼻炎特征就是培养贪官 所以这个体制不进行变革的话呢 反腐败是根本不可能真正进行下去 所以它的所谓的裂腐行动啊 即使是转移它的 打老虎失败的一个表现而已 所以我们看到了 所谓的这个裂腐行动 抓的都是一些小虾米 什么股掌啊科掌啊 而且有的根本就是一些经济纠纷 很难在形式上进行认定的 一些所谓的这个贪官 真正的大老虎 他们根本是打不下去 如果打不下大老虎 中国的反腐败就是失败 好 我们感谢和平先生 接受美国之音的访问